我们是明星 耶 耶 这一期节目明星导游陈泰明将带领明星团来到中国贵州省的贵阳 力波 镇远 针锋和心意感受文化千岛的民族魅力 贵州省位于云贵高原 生活着多达十七只少数民族汇聚了数不尽的特色美食 境内山脉众多 遍布极流飞铺 这里的人民与大自然和谐相伴是一座自然与文化生态的博物馆 经过七个小时的飞行明星团抵达贵阳时已经是傍晚时分 旅途劳顿一整天后 此时此刻 朋友们最需要的就是好好的饱餐一顿 哇 看到这一桌美味佳肴 着实令人垂涎 嗨 大家好 我就是你们的明星导游 陈泰铭 能不能坐了一整天的飞机 累不累 累 怕不怕 有这个导游在呢 我帮你们精神百倍 我已经安排了特别的贵阳小吃业来款待你们 说到这个小吃在这里是非常有名的 单单是地方传统风味就一百多种了 那今天款待我们明星团呢 是他们精挑细选出来最特别 最好吃的 那我们来等什么 服务员上菜 服务员上菜 大名鼎鼎的贵阳小吃 不仅品种多 口味赞 就连名字也特别好听 就比如这道恋爱豆腐果 不知道吃了以后会不会真的有热恋的感觉呢 这个洞啊 瓦好了之后呢 放点姜汁在里面 赞 赞 赞啊 你赞哦 赞 不敢开口 好 赞 我的脸红不红 红 辣啊 好辣啊 哈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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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哈 哎 我知道你们是夫妻 你们两个吃对方的豆腐怎么样 好不好吃 好吃 当然那吃对方的豆腐那好吃啊 我很浪漫啊 对啊 浪漫 那我要问你们呢 口感怎么样 口感又辣 又酸 又酸 酸啊 嗯 你可以示范一下你们是怎么浪漫啊 可以胃口让你先去吃吗 不好意思 你讲一句话就这样 哈哈哈哈哈哈 哇 另一道在贵阳最常见的小吃就是素春卷 由于形状如强保的婴儿 故取名丝娃娃 哎 各位朋友 现在我教你们怎么包啊 把这些蔬菜放在里面 就是贵州里面呢 很特别的野菜 现在呢 那我试试它口感告诉你们吧 啊 哦 哦 忘记一样东西 对了 聪明 哇 这么聪明东西都想得到 你要提醒我吗 其实呢 就放在这种酸辣酱 那味道才好吃的 好吃里面很香脆 大姐来 别怕别怕 快点快 快点快 不管怎么样 很好吃 很好吃啊 清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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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知道为什么好吃吗 为什么清爽 因为是 神太明慧我吃的 耶 一道接一道 一口接一口 贵阳小吃 似乎有一种魔力 让人欲罢不能 啊 各位朋友 哇 看你们的笑容啊 就知道你们很享受这顿美食 对不对 对 啊 不错 那大家吃饱饱 然后回去酒店洗个澡 之后呢 就睡个觉 养足精神 明天一大早 我带你们去游山玩水 好不好 好 一大早 明星团就离开贵阳 驱车前往利波县 最著名的小七孔景区 位于茂兰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内的小七孔景区 在2007年 因它独特俊美的自然风光和地质构造 被评为世界自然遗产 景区全长七公里 以精巧 秀美 古朴 幽静组成 洞中有瀑 瀑中有湖 湖中有石 四周围长满了清脆的古墓 无论是碧蓝的湖水 幽绿的潭水 还是岁月一般倾泻下来的瀑布 都让人赞叹 在我右手边这条河 是很有名的降水河了 很跨在那座土桥 总共有几个孔呢 七个孔 所以他们叫做 小七孔桥 是的 小七孔桥 那有谁可以告诉我 这座桥是什么时候建造的 我知道 1836年 安哥 你要快点 他们做完功课 是1836年 哇 厉害厉害 他是建于在清朝时代的 古墓他们要去印度或者缅甸 这座桥是什么必经之路 那有谁要跟随我去印度呢 举手 没有举手的你们去缅甸 要去印度跟我来 Let's go 古桥由麻石调砌成 桥身爬满藤蔓和蕨泪 看似单薄 但几百年来 它经过多次洪水的冲击 却泰然毅力 迄今完好无损 可见其建筑工艺的精妙哦 坐上环保车 继续前往景区内另一个天下奇观 随着哗啦哗啦 越来越清晰的流水声 一道道层层叠叠的瀑布 映入眼帘 各位 凉不凉爽 很好 那有谁可以告诉我 后面这个瀑布到底有几集 68集 是的 所以就叫做68集 翔水瀑布 那这个68集 翔水瀑布 它的瀑布的水源头是地价泉 所以一年四季温度都是一样的 不过听说 在晚上有一种受保护的动物 会爬出来赏月 那你们猜是什么动物 猴子 受保护的 猴子舍得不受保护 你猜熊猫啊 蛤蛤的叫声是 蛙蛙 蛙蛙鱼 对啦 这是蛙蛙鱼 连珍贵的娃娃鱼 都选择在这里栖息 可见此处的水质含氧量有多高 来到这里 就应该渐情地呼吸 清澈的河水 仿佛让人的心灵 也变得洁净单纯 这景色漂亮不漂亮 漂亮 这里就是卧龙潭 也是这卧龙河的出口处 那你们看这个水面 像什么 这水面呢 看到很平静 一动也不动 不过呢 水底下面有一条岸河 它是很深很深的岸河 那即使它发起洪水 在水面上呢 也不会动的 卧龙潭原名翁龙潭 是卧龙河的出口处 霸上雪崩似的流水瀑布 倾泻而下 發出震耳欲聋的响声 而卧龙潭周围奇怪的石头 和茂密的树林 更为这里增添了几分神秘感 一二三去 一二三去 一波线水资源丰富 并且拥有两万公顷左右的水瀑布 原始森林 在喀斯特地貌中实属罕见 被誉为地球上的绿腰带 如此美丽的地方 值得游玩的名胜又何止一处 各位 这里就是利波一个非常著名的地方 叫做什么 大七孔云青 没错 如果说刚才的小七孔是温柔的女人 那么这个大七孔就是一个很man的男人 那么你们的相机准备好了吗 那么就let's go 大七孔景区是以原始森林 峡谷 浮流 地下湖为主体的景区 景观俊显神奇 气势雄俊磅礴 这里山高谷深 水流湍急 洞中有瀑 瀑下有湖 整个景区有一条细长的栈道连接 由于峭壁凹凸不平 所以行走的时候要特别注意安全 据说随着战道前行 一路上都能欣赏到不同的风景 但是最重要的就是在战道的尽头 还有一处非常雄伟的奇观等着大家 终于到了 终点了 你们说这壮观的奇景是什么呢 凯旋门 没错 它就是有东方凯旋门制作的天生桥 好了 现在我要考考大家 可以告诉我有多高吗 一百二十 一百米啊 一百米啊 这少一点点 少一点点 一百米 少或一百 少或一百 八十 欸 不错哦 对啊 它是有六十到八十米高 它的厚度是有十多米 它的孔的宽度是有二十多米 漂不漂亮 漂亮 面对如此雄伟的奇观 团友们都被深深震撼 天生桥 又为仙人桥 是喀斯特地貌奇观之一 桥上钟乳石斑斑点点 桥面树木丛生 单孔石桥同两岸沾风浑然一体 天衣无缝 堪称天下一绝 人杰地灵的利波县 美食也堪称一绝 居住在这里的瑶族同胞 擅长选取大森林中最自然 最没有污染 最绿色的野生动物和植物做食材 通过他们天然传统的烹饪技巧 形成了口味独具特色的瑶王宴 两位大哥 让你们猜一猜 这道是什么 树皮 你告诉我它口感是怎样的 别人树加一点 很有QQ QQ 有弹性是吗 咬不断对不对 对 因为这是百年好树 咬不断吗 其实这种树皮有来源的 少数民族它是有什么就吃什么 所以这些野菜野生动 它什么都吃 据说这个树皮是在 海拔两千到三千 它依附在树上那些台形 所以他们就才下来吃 哇 你们好厉害啊 许绝菜吃得七七八八 来来来 来 试一下 告诉我的口感 那其实这个许绝菜 是长在水边的一些野菜 怎么样 味道如何 味道很香 很好吃 口感很爽口 很爽口 然后很清脆 吃起来甜甜 这道菜啊 吃起来对身体有健康的 据说了 可以抗癌的哦 沥波茂密的大森林 孕育了林林种种的珍稀药材 这些药材是美味的摇王宴 更具健康价值 明星团下一站要游览呢 是一座拥有两千多年悠久历史的古城鎮圆古镇 鎮圆古镇位于武阳河畔 四周群山围绕 旅游资源丰富 人文古迹众多 自然风光秀丽 拥有国家级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青龙洞古建筑群和明清古民居 古巷道 古码头 古城园等一百六十多处 镇圆古民居既有江南庭院的风貌 又有山地建筑的布局 它的建筑风格是青砖带瓦 高峰火墙 飞檐翘角 雕梁画洞 每一块青石板 每一块青砖 都记载着历史遗迹 也诉说着千年古镇的沧桑 镇圆古城内有很多交叉的古巷道 结构复杂 但正是这些密密麻麻相通的小巷子 组成了古城生生相吸的血脉 最终江南与山地建筑的完美结合 使镇圆的明居成为中国建筑史上的奇迹 在这个小镇里到处都可以看到古色古香 历史优秀的建筑物 尤其是左边之间豪宅 据说是清代富商的家 它的特点在哪儿 就是这一道门 当地人都叫做歪门邪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们太富有了 不要让人家知道 所谓财不漏白啊 哇 真的很有钱哦 歪门邪道是镇圆特有历史文化的重要缩影 由于这里曾是名震天下的南丝绸之路 所以吸引了大批江浙客商来此贩运物资 为了避开当时纷乱的战事 商人们都把房子建在山上以求安全 因此时至今日这些大宅院依然保存完好 有些住着商人们的后代 有些成了供游人休息的客栈 各位 你们看这座古城 感觉怎么样 很美 像副山水画 哇 它的比例更美啊 对了 其实这里真的很美 而且很幽静 像不像回到古代啊 像 这里所有东西都没有遭到破坏 全部都是原始的 而且这座桥就叫做祝圣桥 你们看 全部都是用青石建造的 那告诉大家吧 这座桥是用了两个朝代建造的 你看这座桥 它下面的几根柱子 就是在明朝建的 那个桥的身体呢 就是清朝所建的 据说当时一直发生洪水 这座桥与多次被冲毁 直到雍正元年才建好的 古色古香的桥下 是绿的令人心醉的河水 武阳河自西向东 呈S型 蜿蜒贯通全城 形成了九山豹衣水 山水城浑然一体的独特风貌 落叶时分 古镇在多彩灯光的映衬下 展现了与白天完全不同的美景 无论是古石桥 武阳河 还是青龙洞景区 都显得特别缤纷绚丽 眼前的一切都美得 让人目不暇己 一盏盏高挂的红灯笼 把小巷点缀得古朴典雅 穿梭期间仿佛回到了千年前 似梦似真 一方天地孕育着一方山水 千年古镇历久弥新 吃饭哦 摆在你们面前就是正元古镇的特色风味餐 每一道菜都体现了以前当地人的饮食习惯 还有啊 它一些食材是非常昂贵的 当然吃这些菜肴一定要配上美酒 才是天衣无缝 让小弟我敬大家一杯 感谢你们今天陪我在雨中漫步 来 下 诶 食物除了吃口感之外 也要吃它的文化 难得来到千年古镇 当然要好好品味一下它的与众不同 哇 你们很会吃耶 剩下一块给我 剩下一块给我 阿哥 你知道这个女士是怎么做的吗 不知道 我告诉你 它是以泡椒和糯米制成的 叫做渣辣子 吃饭 辣辣酸酸 以前他们也当作这种是一种主食 那是多的 好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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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弟 你知道叫什么吗 春芽炒蛋 对了 它是一个健康的美食 而且也出口去日本的 怎么样 非常好吃 够咸吗 刚刚好 告诉你啊 可以养盐啊 吃多一点 所以这么漂亮 好 来来来来 这一道是我为你们准备的 甜味三次卷 你猜那个皮是怎么做的 它是跟新加坡的果条一模一样 不过包这是当地新鲜的食材 来 你试试看 好 阿哥 你也试试看 好 吃吧 阿姨 口感怎么样 很好吃 很好吃 不像新加坡的 新加坡没有吃过 它的皮也是很QQ的 也是很好吃 跟我们新加坡果条比 有多皮吗 没有的皮 没有的皮 就是这里比较好吃 这个比较好吃 风味独特的佳肴 让团友们对千年古镇 振远 有了更深的依恋 接下来 泰鸣将带领明星团 去拜访一处 男人看了会心跳 女人看了会脸红的世界奇观 它就是针锋县的双乳峰 这是人做出来的吗 哎呀 完全没有整过了 是自然的 如果你站在这角度去看 他就像20岁少女的 多走几步 他就会像40岁 再走多几步 他像更年期已经过的 60岁的 很快是吗 因为岁月不留人 阿姨 阿姨都说对 我还以为说 这两座物力的石峰 因形同女性丰满的双乳 而闻名于世 被当地不一族称之为 圣母峰 不仅是世界第一 也是世界唯一的奇观 离开了神奇的双乳峰 明星团驱车前往贵州省 四大中心城市之一的新翼 在这里有一条 举世闻名的大小谷 马领河峡谷 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程 终于来到马领河大甲 这里叫做地球上最美丽的山巴 知道为什么吗 不知道 因为它本来就是一条地缝 大约在七千多万年前 这里的地势有巨大的改变 原本是一座山地 被拉列成两半 那这条峡谷就这么形成的 而且这里有山有水有树 风景非常漂亮 所以就称为地球上最美丽的山巴 跟我来吧 往下走 注意安全 马领河峡谷位于新翼城东北六公里 全长七十四点八公里 鼓深二百八十米 两岸峭崖对峙 鼓深流急 成群的瀑布气势磅礴 景区内植物风貌 齐花溢草数不胜数 在蓝天白云的映衬下 充满了古野的情趣和神秘幽深的色彩 碧绿幽静的河水 奇幻壮观的瀑布 大自然一切的恩赐再次呈现 多彩贵州的魅力让人无限神亡 下一集节目请继续跟随我们的脚步 一起去挖掘贵州更多姿多彩的民族风情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